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用这个词叫做内心世界 保罗写加拉太书 第五个大典 保罗写加拉太书的内心世界 他根据所得着的启示 在启示里的托付 在真理上的构成 以及他对加拉太众教会的关切 在他身上成了一个重担 吹逼他写这封加拉太书 保罗写加拉太书 写加拉太书的内心世界 换句话说 这个其实不是讲保罗 也不是讲加拉太书 是告诉每一个服侍主的人 你要很注意你内心的世界 我们的难处是这样 差不多的弟兄姊妹不爱主 他就是不爱主 爱主以后就有一点失教 就是我非常爱主不见了 但是我非常爱主不见了 我爱的是主 到后来流露的是我的爱啦 我在爱里的劳苦啦 工作啦 那如果全时间以后呢 因为爱主他才服侍主 可是他服侍主的时候啊 不知不觉的时候 他整个的人的心态变得不是那么健康 这是为什么我来写 写这么一段啊 我讲他内心世界 就为什么他会写这样一份书 为什么 他里面受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冲击 或者煎熬 叫他来写这样的一本书 下面 一 他把加拉太众教会看作他所爱的孩子们 因为他们是他所生的 他对他们满了真挚的情感 我孩子们啊 你看保罗他一个特点 一面来说呢 他对呀 他对这个教会给他的爱 给他的这个温馨 他是非常会享受的 所以他这里不说到吗 他把加拉太看作他的孩子 对他们有非常真实的情感 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 做工的人通常是很冷酷的 做工的人很冷酷 我的确碰见很多很属灵的做工的弟兄 后来我都发觉很多对我们不是所有的啊 有些对我们身上有这个特点 冷酷 大家要用你的手 要得你的手 他命都可以给你舍 后来果然得住你了 你已经属于他了 他去找别人 他不是不关心你 他的焦点呢 放在别人身上 放在工作的开展上 放在人数的增加上 还有呢 他得不住你的手 他就变成对你非常的冷淡 因为啊 我给你这么搞 搞到后来也没用 他要爱你的手 得你的手 命都可以给你舍 后来发觉不对劲的时候 你也不理你 你知不知道啊 这不是他该有的情形 可是这又是啊 很多服侍族的人常常有的情形 你要注意啊 你要注意 你爱的是教会 你爱的是圣徒 你爱的不是果向 你有没有注意啊 父母对儿女的爱 他没有projects 没有objects 我也不做一个计划来得你 那我也不怕你当作一个得你的对象 我就是这样的来爱你 对不对呢 这个一个服侍族的人呢 在这一点上是成为必须的 如果你是一个做工的人 族很难使用你 如果你还年幼的时候 你这种拣选啊 这个做法都不严重 等到有一天你年长了 就祝福你了 你有运作了 你这个如果还有这样的习惯呢 那教会受的伤害就非常大了 到后来就变成啊 一个带头的弟兄可以为做工作而牺牲圣徒 你要知道 在原则上 我们永远不牺牲圣徒 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将就圣徒 如果大家都不爱住 我们就也讲个独吃斗家的道给他们定 反正他们也不爱住 不行 你还得意向清楚 负担清楚 积极地往前走 但是啊 当你往前走的时候 最软弱的弟兄还是你爱的对象 最叫你为难的弟兄还是你这个焦点 你生存的焦点 你永远不可以离开弟兄们 永远不可以离开向左弟兄和姊妹们的爱 认认说啊 保罗跟加拉太的关系 相当像父亲跟孩子的关系 所以他才会对他们说嘛 我孩子们啊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他跟他们是有很真实的情感的 我们绝不是为工作 我们也不是为做一个地方 我们也不是为做一种特别的负担 我们的存在 我们的劳苦 完完全全是为做圣徒们的 我们的魂也许没有那么大 不是所有的圣徒都可以记得住 都可以成为你祷告你的名字 但是啊 你每一次见到一个圣徒 你里面有没有那种的喜乐 那个相当证明你关心的是他呢 你还是关心的是用他来成为你工作的一部分 如果一个弟兄姊妹被你来用成为你工作的一部分 哇 将来你有的苦头吃了 那弟兄姊妹如果是跟随你也有的苦头吃了 一个健康的情形啊 我们和弟兄们应该维持一个非常健康正直完美的爱 我在爱里说不出理由我在爱里爱你 照顾你 关切你 记管你 我见到你的时候 你说你为我多少祷告 也许我没有 但是我见到你的时候 我里面中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你所劳苦服侍的一个对象 应该是一个你爱的对象 所以保罗对加拉太的圣徒啊 他有三个点 第一个他说我和你们的关系啊 完全是生命的 我是在生命里 生机的生命里 和你们建立一个关系 我弟兄姊妹你 请你们相信我的话 我常常接到一些报告啦 收到一些email啦 有时候事情都过了 连这个告诉我 我们也把一些什么事告诉我弟兄们 他们也回去了 大概也过了 可是他所告诉我的 可以在你里面叫你不好睡的 叫你里面非常的挂心的 叫你有说不出来的焦虑的 叫你在中间就很多的思考的 他知不知道不知道 你和他关系亲密不亲密 不亲密 但是他是你所服侍的弟兄们中的一个 所以保罗他是这样的爱他 弟兄你要知道啊 如果你在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 缺少这样的情感 你是一个不够格的服侍主的人 一个服侍主的人 不会为一个地方 一个服侍主的人 不会为一个地方教会 一个服侍主的人 不会为着工作的开展 一个服侍主的人 也不能为着人数的增加 一个服侍主的人 要为着圣徒们 见到圣徒们 要种说不出的喜乐 懂不懂 感谢主 我又见到你了 感谢主 我看见你 孩子们健康 我里面喜乐 感谢主 我知道主 的确是祝福你 也祝福了我 这是第一个啊 他说孩子们啊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懂不懂 所以他跟他们非常的近 你们是我的孩子 我孩子们呢 第二个呢 他享受他们的扶持 就如他们举荐提摩泰和他同工 又如他们接待他 如同神的使者一样 第二个呢 他会跟一个好的服侍弟兄 会和教会啊 建立一个很甜美的关系 保罗和加拉太这些教会的关系 加拉太有这个什么 路斯德 以格念 这两个教会呢 找到一个好的弟兄 碰见好弟兄以后啊 他们不是想 我们终于找到好弟兄了 留下来用 我问你 如果你有个提摩泰 你给不给别人 要我绝对不给 或者要以前的我绝对不给 今天 今天当然老练一些啊 这是教会很需要人的 有时候你叫一个弟兄 离开你所在的地方 等于要负责弟兄的命啊 他会讲 我一共才三个弟兄 两个弟兄和我同心 你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调走了 那我们怎么办 你想想呢 提摩泰这个小家伙 有没有几岁吗 最多二十岁左右啊 他竟然可以在两个教会中间出名 意思就是他也照顾这个教会 也照顾那个教会 也帮助这个教会 也帮助那个教会 所以说出名大学的好 好到一个地步 第一个反应他们就是 这个弟兄不应该为做地方教会 不应该为做我们 我们培养不了他 他在我们这儿会被糟蹋掉 我们愿意啊 他能够更好的和使徒就陪他 我要感谢神啊 他去的还早 就是说保罗如果晚两年去都不见了吗 懂了提摩泰也是在那个一个规矩里啊 手礼法呀 手隔离 提摩泰懂什么呢 一个孩子嘛 谁教他什么他就做什么呢 还好是早两年啊 那时候他们还健康 健康到什么地步呢 第一个 一个教会健康到的确为做神的见证的考量 过于为做他那个地方教会的考量 他安心的是人的见证 所以我知道啊 我知道这个 我们如果这里有人 有人才产生 不应该为做我们本地而已 当然应该为做本地啊 也可以是为做主耶稣 一个更大的需要 第二个呢 这个这两个教会的负责弟兄 多多少少有一点眼光 提摩泰不是给我们用的 提摩泰是主托付给我们 叫他们 叫提摩泰可以成长 可以长得好 可以被成全 可以在主的手里有用的 那这样一个弟兄啊 这样一个弟兄 如果拿给我们 我们成全不了 所以啊 我们愿意把它呀 交给保罗 那还有一个呢 我里面非常喜欢的 保罗和这个教会啊 非常的亲密 亲密到一个地步啊 他们不害怕 他们不害怕 就是我愿意 我愿意啊 跟使徒多有交通 我愿意啊 为了使徒的行程有考虑 我愿意啊 使徒得出好的照顾 我愿意啊 使徒的劳苦 能够更有主的祝福 我们也敢 也能和主的仆人有好的交通 这个不是一件小事啊 这太多的弟兄们 有几个好弟兄 就算 也许他跟保罗学的更多 见了保罗了也不敢讲 那如果保罗讲 谁要他呀 我们怎么办 你有没有注意啊 他们很亲密 很亲密 雅各书写的时候 都是AD啊 在往里面突然就开了 那就是第一本新约的圣经 新约的圣经 第一个写的就是雅各写的 写给谁呢 就是写给犹太教徒的 而保罗呢 对不起啊 没有人敢说一句保罗的话 我们也不敢说 只是到现在我懂 保罗做工方便一点 所以到一个地方去 他总是到会堂里传福音 可是他跟彼得他们那个约会 约定很简单 我到外邦人中去 是不是 结果他是到外邦人中的 犹太人中去 错了没有 没错是在外邦人中嘛 错了没有 错了 又不是外邦人嘛 如果他带得救的都是外邦人 你说雅各能搞什么 雅各带个摩西来 跟他们讲律法 那些雅各的子弟兵来了 我们主耶稣的兄弟雅各 讲摩西怎样 他们谁是摩西啊 懂我的意思吗 可是保罗是走了一个 这是他的智慧 也许这是他的智慧 但是也许他做工时候的方便 殆尽了长期的艰难 懂我的意思吗 你想想看 如果他开头是慢一点 都不是到犹太人中去 都是到外邦人中去 那得救了 你说雅各能搞什么 什么也搞不了 对不对 他是到犹太人中去 所以这些犹太人 他是对犹太人讲 弥赛亚已经来了 他是犹太人讲 主耶稣就是 救援里所讲的 要来的那一位 对不对呢 那结果呢 等到雅各的门徒们啊 拿了雅各所写的信 这封信就是啊 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写的 他们是一块长大的 小时候是躺在一个炕上 或者一个床上的 然后呢 主耶稣啊 跟他讲了好多啊 亲密的话 兄弟哥哥跟弟弟 本来就是最亲的 所以主耶稣 最了解主耶稣啊 就是他的弟弟 这种话 你有没有注意啊 凡是愿意在基督教里 争权夺利的 都会讲 我最了解摩批准 他就 就可以得利嘛 懂我这句话吗 所以我相信啊 他带着那一卷输去 是very powerful 非常有能力 所以这个 所有保禄所建立的教会啊 就节节败退 一路就打下来 打到后来 越打越打不好 为什么打不好 就他这个起头啊 起在犹太人中 而这犹太人呢 都熟悉 都是在会堂里的嘛 都熟悉 就律法了 熟悉 隔离了 建兵了 熟悉啊 安息日了 所以啊 到雅各去的人啊 就把这个带过去了 可是你要注意啊 当这些破坏的人 还没有来的时候 他们和保罗是很亲的 保罗来到特匹 又到路斯德 在那里有一个门徒 名叫提摩泰 路斯德和以歌念的弟兄 都称赞他 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 没有轻探我 也没有厌弃我 反倒接待我 如同神的使者 如同基督耶稣 你看以前 他们对他多好 太好了